三星Galaxy Z Flip 6处理器曝光 苹果停用美版Apple Pay Later 苹果设计更轻薄iPhone和MacBook Apple Watch Series十大屏薄型 Runway发布Gen3 Alpha 三星Galaxy Z Flip 6的处理器规格 最近在Geekbench上被披露了 这款即将上市的可折叠手机 预计将搭载骁龙8第三代平台 其包含一颗3.4GHz的强大Cortex-X4核心 该手机将预装Android 14操作系统 针对欧洲和北美市场设计的型号 SMF741 B将配备12GB的RAM 这是三星Z Flip系列期待已久的升级 最新的报告指出 Galaxy Z Flip 6将保持与Z Flip 5相同的 6.7英寸可折叠内屏和3.4英寸外屏 以及来自S24系列和Z Fold 5的500万像素主摄像头 Galaxy Z Flip 6的起始价格 预计将首次达到四位数 苹果正在美国市场终止其Apple Pay Later服务 转而提供全球范围内的Apple Pay分期付款功能 原本允许用户将购买分成4期免息付款的先买后付选项 将逐步取消 现有的贷款仍可以在Wallet应用程序中管理 新Apple Pay更新将包括通过符合条件的卡片和Firm提供的分期付款 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扩大灵活的支付方式 这一转变优先考虑了新的功能 而不是仅在美国提供的Apple Pay Later服务 这是由苹果和高盛支持的 旨在为用户在线或应用内购物时提供更多的选择 苹果计划将其MacBook Pro、Apple Watch和iPhone系列进行精简 全新的超薄M4iPad Pro标志着公司设计理念的变化 据彭博社的Mark Gurman报道 苹果专注于提供尽可能薄的设备 同时不牺牲电池寿命或新功能 这一新方向由M4iPad Pro预示 苹果宣称这是其有史以来最薄的产品 尺寸与2012年的iPod Nano相当 公司旨在提供各自类别中最薄最轻的产品 Gurman的消息来源表明 苹果正在为2025年的iPhone 17系列 开发一款明显更薄的iPhone 并计划在其10周年之际彻底改造Apple Watch 可能命名为Apple Watch X 此外 苹果在2021年对MacBook Pro进行了重大重新设计 使其变得更厚更重 但现在似乎又开始转向更薄的设计 据苹果分析师郭明基透露 即将发布的Apple Watch Series时 将采用比以往型号更薄的设计和更大的屏幕尺寸 屏幕尺寸选项预计将从41mm增加到45mm 从45mm增加到49mm 而Apple Watch Ultra目前有一个49mm的表壳 郭明基还提到 Apple Watch Ultra今年将基本保持不变 如果产量允许 可能会增加新的暗色 黑色表壳颜色选项 此外 苹果计划利用3D打印技术 制造Apple Watch组件 以提高生产效率 这一举措是苹果轻薄产品线 包括MacBook Pro Apple Watch和iPhone战略的一部分 Runway发布了第三代Alpha版本 AI视频生成模型 可以生成更为丰富的细节和逼真的视频 生成器包括各种场景 如宇航员在里约热内卢的一条小巷里奔跑 以及被珊瑚礁包围的淹没的郊区 真实感因包含非常自然的人脸而增强 Runway还引入了一套微调工具 包括高级摄像机控制 以配合视频生成器 然而 目前还存在缺陷 如一些生成内容中的文本扭曲和身体部位缺失 尽管确切的发布日期和定价尚未确定 但第三代Alpha将被添加到Runway现有的AI视频编辑套件中 并已经激起了娱乐和媒体公司对定制版本的兴趣 以解决潜在的版权问题